一扫前两年的疫情阴霾 台糖华东区处光复糖厂日式旅馆 在今年农历春节住房率已经超过八成以上了 尤其是初二到初五几乎是满房 而区处经理杨长生表示 目前几乎都已经排到二月份 似乎也看到地方旅宿观光产业回温的迹象 即便因为疫情冲击百工百业 但是台糖光复糖厂日式建筑旅馆仍能屹立不遥 就如园区的每一栋日式建筑一般 从日据时代一路走到了现在 走进日式建筑屋内浓郁的台湾 檜木香气扑比而来 榻榻米和四通铺立刻连接到日本家务风格 即便拥有百年历史的建物里头却是一应俱全 设备设施的服务皆为顶级 旅馆人员就表示经常有人住上瘾 续住率超高 除夕我们住行大概八成五 再来都大概有九成左右 所以乡亲要利用 还有小小的空间可以利用 再来就是在我们冰品服务的部分 我们整个除旧布心地板 防滑地板我们也更新了 整个环境的整洁重新的油漆 都在过年前会就绪 在展售中新的部分 我们也有引进台湾的最新产品进来 欢迎乡亲来逛逛 今年农历春节假期长达十天 光复堂厂日式旅馆住房率 已经超过八成以上 尤其初二到初五几乎是满房 区处经理杨长生表示 目前几乎都已经排到了二月份 地方旅宿观光产业回温 也一扫近三年来疫情的阴霾 记者是玉兰光复采访报道